我拍台湾电影 说台湾故事 我是魏德胜 欢迎收看导读台湾 三年前网路脱口秀节目 以苗栗国为主题 嘲讽苗栗县政府负债百亿 连续二十五年没有三预算 还有议员拿眼镜蛇毒品 直询的荒谬行径 要苗栗干脆独立算了 此议题一出 不少苗栗人很受伤 认为这是在给他们贴标签 不应该忽视苗栗的进步 他们不是三等公民 台湾从1950年代 十四地方自治开始 苗栗县已经选出了 十七任的县长 其中十六任都是国民党籍 只有一任是五党籍 也就是说苗栗是台湾 唯一没有政党轮替过的县市 这样的政治生态和苗栗 由来已久的地方派系有关 苗栗派系可以分为 由第二届县长刘定国 及承认立法院院长刘过彩的刘派 和第一届议长黄韵金开创的黄派 而这两大派系都属于国民党 而后又分裂成大小刘派 新老黄派 互相交织的派系 势力错综复杂 直到今天依旧主导整个苗栗的圣治生态 本该是朝野严肃审理总预算案 立法院议场却一片闹哄哄 随着民进党不断抗争 立法院副院长刘阔才 必须应付各种突发状况 他是在野党口中的老贼 却在1989年当选立法院长 成为首位台籍客家籍立法院长 德高望重更是苗栗流派大佬 我们地方的一种福气 地方的一种手脑一样 这个对他是敬佩有加 苗栗公馆望族出身的刘阔才 留学日本 日治时期就是地方投人 就在国民党接管台湾之后 1947年刘阔才卷入二二八事件 二八事件的时候 因为刘阔才被推为苗栗壮丁团的团长 刘阔才他有发动一些老百姓 到后龙的外埔 水尾 去收那些枪械 甚至也去建台中间收那些枪械 所以那时候他就被检举 他认为他要造反 根据档案局史料包括连战父亲连正东 康日先贤秋逢甲儿子秋念台 都称刘阔才组织地方秩序维持队 无杀伤外省人及破坏公营事业情形 但警备总部的查榜却说 刘阔才要抢劫武器 制造手榴弹 假借维持治安 却用日文发传单号召团结 被捕后 刘母想方设法 终于让刘阔才获得保释 刘阔才获释 刘阔才获释除了靠钱 各方人士也积极奔走 其中一会就是刘定国 同样是苗栗公管人的刘定国 年轻时满怀抗日报复 在秋念台的劝说下 头笔从容 他就个刘定国长 现在国家有难 那你真的要报复的话 你就来中国 来大陆念军校 所以他就念中央军校 他变成蒋介石的写生 战后 刘定国回到台湾 官拜忠孝参谋 出任新竹县反卫司令 此后遭逢二儿八事件 刘定国出面为刘阔才作保 保证他是地方士绅 并非作乱 刘阔才才得以脱身 此后对刘定国也心怀感激 第一阶现场选举的时候 刘阔才他没有出骂 他认为刘定国很不错 他就当刘定国的进贤总干事 去跟那个黄韵金拼 眼神锐利的长者 就是苗栗黄派大佬黄韵金 头戴印有宋楚瑜 恳请会思议看的帽子 力挺意味尽在不言中 他神情来看没有 很有自信的那种味道 真的是个领导人物的那种特质 表现得很明显 黄韵金跟刘阔才都是到日本留学 他们都是公馆的后岗地区的人 去留学留学了以后 也有考到日本的司法官 这两个人都在新竹职业 那时候本省人说要在新竹当历史很少 而且黄韵金刘阔才在日本时代 他就已经当历史了 都是神社籍的地方药角 黄韵金刘阔才在苗栗还一同创办了 建台中学 地位举足轻重 不料1950年政府重新调整行政区域 这两人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他认为说陶竹苗 就是分为两历就好 有头前夕为建 分一个桃园县有新竹县就好 但是刘阔才认为说 我们这个苗栗地区 是不是就是家印课 就是四县课的大北印 他认为应该是个县 那时候交通也不太方便 而什么事情是基县政府 所谓县政府就是 现在的新厨师很麻烦 后来政府将苗栗单独设县 并在1951年举行第一届县长选举 但起初认为苗栗无需设县的黄韵金 竟也出马角逐县长宝座 引发流阔才不快 于是全力支持刘定国 形成硫磺对决局面 那时候是苗栗第一次有选举 所以很热闹 就是有很多的卡车啊 载着候选人走来走去 很像在大拜拜一样 所以大家都很兴奋 望远金煮点心 点心收到费不及待大本流定国 就是防远金煮点心嘛 请人家吃嘛 点心吃完了又忘记了 又把印章盖给刘定国嘛 一边是军人出身 打过抗日战争的刘定国 背后有刘阔才负责操盘 另一边老谋深算的黄韵金 也运用绵密的人脉 拉票 顾票 第一届苗栗现场选举 三股势力在台面下暗潮汹涌 选战激烈 地方甚至传出这样的笑谈 说刘定国利用野狗搭配耳语 企图会调选民 刘定国大玩心战 亲近农民 黄韵金则是有知识分子支持 就连创办的建台中学 师生都分成两派 支持校长县县长也有 提早下课 甚至他们的邪教业队都出去 出去要帮忙嘛 但是那个李依敦认为 选举归选举 上课归上课 不能这样子啊 他有反对嘛 等到开票日 要绝对过半数才能当选 你没有过半数的话 前面两个再挑出来 再来选 那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呢 刘定国当选 但是刘定国当选 他并没有把他的军人的 军人的主持掉 黄韵金就去告他 宪职军人不能乱选 所以后来再写一次 前前后后选了五次 第一届苗栗现场选举 才由赖顺深出现 但也因为选举催化派系政治 双方壁垒分明 此后刘阔才就被视为刘派 黄韵金则是黄派 第二届现场宝座 刘定国卷土重来并获得当选 却没想到因为人事布局 与刘阔才闹翻 那刘阔才就认为说 刘定国你一个半山 你这是嫌疑先这样 就是我权力留派动员 给你帮忙当嫌疑 你是不是用忠建营 用我的人马 但刘定国却属意用广东籍人事 不愿受刘阔才摆布 妈已经摆了 那你一扫呢 就把那玻璃被打破了 打破到手勾的一直流行 刚刚就爆炸就不烦恼山 从此刘阔才跟刘定国两个人闹不好 在这之后刘派就分裂为 以刘阔才为首的大刘派 与刘定国领导的小刘派 而黄派部分也因为出身头份 第四届县长林维公及其家族参政 而有新旧之分 属于房运金的就是老房 林维公他们 最后来就叫新房 1960年第四届苗栗县县长选举 国民党征召林维公 但事实上在刘定国两届县长卸任后 刘阔才也想争取国民党提名 为什么没有提名刘阔才 外面的说法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法就是说 刘阔才你当年凹八事件 那个资料到老蒋那里 老蒋那边曾经照过凡 他那边打个问号 党案局始料证实这种说法 国民党认为刘阔才涉及二二八事件 虽经保释近年表现也良好 人不予提名 但为了安抚刘阔才的情绪 长届时日后也批示可不恕既往 刘阔才表示 他如果当选了立法委员 对工业区土地利用 必定争取对业主利益的保障 1969年 刘阔才参加第一次立委增补选 以55万多票高票当选 此后一路成为国会龙头 年事已高的刘阔才也放下纠葛 与黄运金同框合影 终结不合传言 而苗栗县县长的位置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 长期以来都有刘皇两派轮阵 控制譬如说你防派当选 讲好两届 你防派的人在这里思想后辣 两届以后换刘派 刘派又两届就这样轮流 人流大家也是逆与军战 人流打打打地去你不会造反 你不会被陷在我中央 你的地方在动 不会一天到原来冲我中央 以前就是这样 你就顺从我 你顺从我我为一些糖给你 上至县府议会 下到农田水利会 农会 信用合作社等几乎由派系把持 对国民党而言 戒严时期吸收本土地方派系 并形成两股势力 彼此競爭牽制 对统治台湾人民来说事半功倍 各县市情况类似 苗栗不是唯一 但大小心就派系轻压 造就出苗栗独特的地方政治文化 从1951年第一届县长开始 苗栗县就由硫磺两派轮流执政 但是这个惯例却在1993年发生了变动 当年皇派的张秋华寻求连任 同派系的时任立委何志辉 结合流派势力组成黄流联军 直球对决张秋华 何志辉在这场选举中 获得了华龙集团负责人 翁大明的站台支持 歌星立委叶启田 艺人白彬彬 罗时锋等人 也率队在全县巡回帮他造势 何志辉向选民宣布 要带苗栗走出三等线 两年内要取得科学园区的土地 否则就辞职 随着选战进入白热化 会选传闻也在地方上盛宵成上 各地传出每票1500元 或更高价码的买票行情 尽管检调单位积极收任 却都没有掌握到确实的证据 这场选举结束之后 苗栗买票的二名已经全台皆知 苗栗县也从此有了买票县的称号 不满被说核两城只设贪污收回扣 核志辉与议员唇枪折战 但这类的控诉在他任内四年没少过 青东大桥什么工程座越多贪越多 这个是没有政绩就这样讲他嘛 你说你是黑金了什么大堆 出身黄派的何志辉 政治出女秀起源于1986年 参选新议员就以最高票当选 当年流派在现议会大胜 却因为政府议长人选乔布隆 让出出茅庐的何志辉有上位机会 选议长副议长的价码 可能谈得太差 所以很多流派人不满 其实那时候防派是在 现议会是大败的 他根本已经放弃说 要选什么议长副议长 因为很多流派布满 后来那防派 因为布满的流派 马上跟一新当选 那个现议员的何志辉结合 派系可以是敌人 必要时也可以是朋友 何志辉靠着刘皇联军 当上副议长 此后他与皇派另一位议员 争取下届县长提名的张秋华 关系良好 1989年县长 增额立委 省议员三项选举 何志辉就和张秋华 老县长林维公儿子林毅廷 组成皇派提三角 国民党人很厉害 他几乎摆平 他怎么摆平呢 他 我皇派我提名三个人 县长张秋华 省议员林毅廷 立法委员的何志辉 皇派提三角 各个都高票当选 何志辉搭上增额立委的末班车 并在1993年第二届立委选举时 连任成功 就在这段时间 他也结识同为立委的王杜云 两人结婚期开上千桌 在地方上轰动一时 但更重要的是 何志辉与汪大明的结合 促使他更上一层楼 汪大明深知政商关系 更进军政坛 当选立委之后 在立法院中发挥相当的影响力 在当时甚至有 华龙帮之称 趁着台湾经济起飞 纵横湖海的 华龙集团负责人 汪大明赚进大把钞票 只花十几天就选上第二届立委 组成华龙帮 何志辉就是成员之一 他的太太王树瑜 就屏东显上来 两夫妻是立法委 又跟华龙集团还蛮熟 然后汪大明就认为说 那你可以挑战县长 汪大明什么没有 有的就是钱 他为何志辉站台 格外引发侧目 有了汪大明的背书 何志辉底气十足 1993年决定脱党参选苗栗县县长 78年到82年是张秋发 张秋发照理来讲 他在一届到86年 但是何志辉出来挑战他 所以他们就跟何志辉结合 他们组成硫磺联军 来对抗张秋发连任 在立意合拍之下 何志辉又成功整合硫磺两派 硫磺联军再次成行 有人形容这是一场 山大王与圣诞老公公的战争 何志辉财力雄厚 造诗场上俨然像个小型演唱会 我自己在地方当记者 当了几十年 从来没有那么热闹 那影歌心阵容是很大 那时有白冰冰跟夜启田 几军的十几个这样来的 倒是这样演 当时造诗舞台上 后头还有乐队伴奏 立委高艺人站台助讲 当然也不乏艺人演出 场面热闹滚滚 你要搞美女我也搞美女 有真的张俊阎还搞一些姊妹 来拼场一下 但拼不过这个银蛋 因为伐龙集团的钱太多了 最后何志辉胜张秋华败 何志辉挑战成功 也代表过去硫磺派系竞争 彼此轮正的不成文惯例被打破 但飘飘入轨的民主结果 过程却遭人非议 何志辉与华龙集团的关系密切 不但让苗栗县被称为华龙县 更严重的是买票汇选 各式大人小孩都知道的公开秘密 第一个普遍式的买票 第二个一个人是一千五 一个人一千 那时候钱比较大 要不要认真抓了 我们是认为说这里面有放水 他们这些地方的检调单位 跟地方的人有些政治人物 都是喝酒 搓麻将 现在是比较有改善 那个李东会也在当总统 其实那时候台湾就是 台湾的黑金政治 也是台湾腐化的一个现象 买票线成为苗栗另一张负面标签 而何智辉四年后要寻求连任 也遇到反核力量的反扑 部分政坛要角认为 党部的这项做法有失立场 统将引起地方基层党员的反弹 1997年 时任国民党秘书长吴伯雄 亲自到苗栗邀请何智辉恢复党籍 并提名他竞选连任 派系不服 他被开除党籍了 因为你危机就请他回来 反核智辉的人就觉得说这样不行 那时候主要反核智辉最强的人 不就是那个习成坤吗 时任立委徐成坤 与当时的省议员傅学鹏 带领乡亲包围苗栗县政府 大骂何智辉是黑金 可见反核力道之大 最后反核方推举黄派的傅学鹏 脱党与何智辉一较高下 而代表民进党出征的徐静荣 回想起25年前那场选举 仍印象深刻 何智辉过去把持得太厉害 其他的反他的人也蛮多 反他的人 所以我去投分的时候 我败票的时候 有一个老人叫 习老师 你也不错啦 我过去都支持民进党啦 对不起啊 这一次 未来要把侯智辉拉下来啊 我的票不能给你啊 我说没关系 以后归队就好 那场是一个永和跟反核的战争 那傅协鹏为什么那么高票党型 傅协鹏 因为那时候民进党的支持的时候 因为傅文正弦的时候 有期盼多票的 但是到四年以后呢 习近伦啊 才拿到一万多票 那可见的民进党呢 有六万票的票呢 大量贯点的负协鹏 1993年与1997年两次选举 国民党推出的人选都吞败 可见检言之后 国民党在苗栗 提名即当选的神话破灭 但尽管如此 重要选举派系的力量 仍足以左右结果 一开始国民党控制的 后面其实就是要听 地方派系的人决定 我该推谁就是推谁 不是你说的就算了 国民党 县长选战失利 但隔年第四届立委 何志辉仍以五万票当选 第五届也连任成功 没想到2004年 何志辉涉及九郡工商综合园区开发 与铜锣科学园区土地征收弊案 被高检署查黑中心依贪污罪起诉 何志辉本人则滞留中国将近一年 直到2004年为了参选第六届立委选举 而终于现身 我还没有去党房报道 你还要去党 对啊 对我党人 你党白白 在国外怎么样 你刚刚没有提我讲话 再做提议外交 曾经为了拉何志辉下马 带头反对的时任苗栗现场傅学棚 在选战关头也为何志辉站台 以笑敏恩仇 纵使何志辉已经官司缠身 他仍拿下五万票当选 但四年后立委改为单一选区 何志辉没能连任成功 而他的官司 2006年一审台北地院判何志辉 有期徒刑十九年 2008年高院改判十五年 但何志辉上诉之后 2010年高院更一审 却大逆转 判何志辉无罪 请你开门 但你要这个资料是要换你没收了 这是公务 这是执行公务 何志辉无罪怎么来的 原来调查干员早就获得宪报 指何志辉为了脱罪 花八百五十万 行贿三名法官与一名检察官 就在检调进一步约谈何志辉要厘清案情之际 何志辉竟从苗栗住家骑着摩托车离开 自此人间蒸发 当年何志辉选县长时 宣传车上的口号是走出三等线 然而喊出要救苗栗的县长 多年后成了行踪不明的通气犯 对曾经投他一票的选民来说 情何以堪 其实从1960年代开始 苗栗县不乏由党外势力进入省议会 特别是民进党成立之后 更是苗栗在野的主要力量 但是错综复杂的地方派系 中心力量 还有闽客情节等等的运作 党外人士缺乏有力的统合力量 要在苗栗发展非常的不容易 肉丝爆香后再翻炒香菇 捞起后也没忘了虾米来回拌炒 撒下葱花 红萝卜丝 加入调味料 最后拌入高丽菜 米粉和芹菜 一产一产慢慢炒 炒熟的食材 也炒热了选战味 好生啊 夕阳西下 乡亲开始慢慢聚集 捧候选人的场也要捧着一碗炒米粉 一碗供丸汤 一口一口吃进嘴里 也把人情放在心里 人情几乎已经发展成某种虚拟的货币了 就在我们这个地方 人情它是可以换成基本上一切的东西 炒米粉在台湾各地选战中并不罕见 但在苗栗的选战中 却是重要的仪式感 那大家也很在乎 怎么透过一些的活动 去大家可以一起凑热闹 那说不定很久的没有朋友 没有见到面 然后因为这个场合而见到面 然后去拉了更多的关系 食物是客家庄里 连接人与人之间相当重要的媒介 也由于相当看重 关系与勤奋 候选人的政见与理念 有时并不足以驱使选民会死票 我国际的我们都两三代人我们都认识 那你都市里面的人 国际的是谁 前面的是谁我也不知道 这个候选人不是重点 庄角是重点 庄角跟你有亲戚关系 有老同学的关系 有什么关系 交织复杂的人际网络造就出苗栗的政治生态 网红奖的苗栗国多少带有嘲讽的意味 但政治上长期有国民党或地方派系把持 在2020年以前 苗栗县总预算26年 卫山半文前 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苗栗现在都是国民党啦 蓝了天下啦 这也不见得 实在也不要讲得太肤浅 实在苗栗当时也很多那个反骨的很多 苗栗的确并非全是蓝军天下 细数戒严时期党外势力的发展 首推皇派的苗庆松 他从基层做起 为人敢言 担任现议员时就有汤大炮的封号 我们国家五层分地 把这个村分得那么细 1977年省议员选举 党外势力大爆发 苗栗由傅文正继续接棒 突破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 他以前他爸爸傅天荣 那时候我在读初中的时候 他没选 必败啦 人家都上千票 上几千票 他是得票够位数啦 如果他熬职的时候 傅文正的时候 因言即会 不知道谁哪位这么厉害 这么高手 提出一个南方大团结 这是傅文正参选时 证件发表会后的现场 学校操场满地传单 依稀可见当时观众之踊跃 第二天以后啊 那个地上啊 满地满坑满谷那个文献资料 都是南方大团结 傅文正 这也是先级的奇观喔 傅文正一共担任四届 17年的省议员 一直延续党外 甚至往后民进党在苗栗的政治香火 曾在1993年接受民进党征召 参选苗栗县长没能成功 隔年挑战省议员五连任 高票落选 我们平常讲 你见苗栗的乡村也太多了 我们一辈子也还不败 民进党始终无法在苗栗县长选战突围 直到2001年 五党籍傅学棚连任成功之后 因与扁政府互动良好 地方政坛开始传出傅律盒 总统 傅律盒做选情怎么样 没错 没错 民进党本来想 要想移用陈明文模式 就是嘉义以前的零派 就是陈明文以前也是国民党 他是带着整个 他嘉义现在所有零派的人过来 2005年县长选战 民进党的算盘是 靠着傅学棚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将票移转给民进党籍候选人 邱炳坤 民进党在其他的县市 都能够去收编派系 比如说最有名的是 嘉义成明文 乃至于新竹县的政家 也后来加入民进党 当然能够这样做 但在苗栗做不了 因为勤奋 选民不愿为了民进党得罪人 民进党固然在苗栗 有一定基本盘 历次的县长选举 或县议员 乡政市长席次 始终难以撼动国民党地位 民进党没有说很扎实的 我公管 我找十个人 十个人可以找一百个人 我们没有这个组织票 党外的人士 他没有一位 没有一个头去形成一串种子 没有形成一串种子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跟 原来的派系的势力去形成 行成 没有办法有竞争力 没有办法有竞争力 他的力量就分散了 人脉网络不如国民党绵密 人才培养也不容易 事实上苗栗的党外势力 没有像其他县市一般传承下去 火苗自然烧不起来 第一个我自己条件不太好 我培养了你 你将来会打我 所以他不太愿意培养 一般的对民进党看法是 你要派出个精英 你要长期杂根 你要蹲点 没有扎根 没有蹲点 这是民进党长期在苗栗发展的致命伤 再加上苗栗有它独特的政治格局 除了城镇晚到19世纪末才开始发展 地形破碎 遍布丘陵 缺少平原区 使得社会发展零碎 难以整合 它又不像新竹游 或者是桃源游 客家的地方有很大的一个中心政治的组织 这个国民党它就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那我控 我只要掌控了 这个很重要的提名的权利 做有效的这一些的所谓的政治的这个位置 我怎么去做有效的分配的 一个苗栗县分为敏克两族群 有山海县与中港溪三个生活圈 刘皇四大派系 苗栗的一二三四 在在显示民间欠缺强大的统合力量 党国时代派系依附国民党而生 执政党自然可以透过公共门 透过资源分配 与人情公式 作用选民的投票意志 我们整个县最大的老板就是县政府 或者是包括长春石化 它包括是中国石油 包括台铁 关键的时刻 特别是选举 社会运动的时候 大概多数人都会跟我说 他有他的为难 他有他的考量 只是由单一的政党 一直在一个地区长期执政 就容易延伸出很多的弊病 密室交换 不当得利 这些都是藏在细节里的魔鬼 长此以往苗栗被笑称画外之地 努力国这张标签 是光荣的象征 异惑 负面的印记 民主时代 选民应该要有足够的智慧 勇敢做出选择 客家人的血液里 有着保家未土的DNA 像是日治时期的罗福星 就是苗栗客家人的经典代表 1911年 罗福星追随孙文 参加黄花钢之议和武昌起义 民国成立之后 他将目标转向台湾 1912年11月来台发展组织 吸收党员 号召台湾人抗日 但却发生大胡之听 枪械失窃 而事迹败露 包括罗福星总共逮捕了412人 此称苗栗事件 罗福星以首犯罪名遭到绞刑 那一年他才28岁 也要把总督府攻下来 大家的主意已定 要不要点名啊 点名 罗福星 在陈可军 1980年上映由林青霞主演的这部国片 《避血黄花》 讲述的时代背景就是黄花钢之意 里头被点名参加起义的是烈士罗福星 罗福星是所有台湾治世当中 既反清又抗日的第一人 特别是有客家协同的他 相貌却酷似洋人 那是他父亲呢 罗金邦到印尼去经商的时候 认识了当地的华侨 那这位华侨呢 他永远有印尼跟荷兰的血统 所以他生下来之后也因为这个样子 他就是有那一种很明显的 混血儿的外貌 甚至呢 他因为这样子就有一个绰号 叫做俄国老 由于罗福星慷慨负义的早 他的样貌很少人知道 在史料上留的画像几乎都不同 直到他的孙女罗秋昭女士 到中国寻根溯源 才让罗福星真实样貌 得以流传 为了找寻罗福星在台湾留下的足迹 采访团队来到苗栗县大湖乡 先进他的牌位 就安置在苗栗大湖的一名庙 这个后面的就是罗福星的牌位 而他与台湾最早的结缘 是在他18岁 跟着他的祖父罗耀男 到苗栗来 然后那时候就进了苗栗公学校 也就是今天的苗栗是建工国民小学 去就读 那在那边呢 因为就是种族的关系 然后不满日本人 对于当时台湾人的一个科虐 还有简张关系 所以说他也跟他祖父讲说 希望能够搬离台湾 所以后来就离开 也就因为这样子就离开台湾了 罗福星在1906年决定与祖父返乡 途中经过厦门时 见到了革命的宣传 毅然而然加入中国同盟会 之后辛亥革命爆发 年轻的他率先投入黄花岗之役 那到了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那首先呢 他参加了黄花岗洗脂议 然后也跟随着黄鑫 一起共进梁广总督府 那时候受伤了 但是他也幸运的就没有被捕获 罗福星这次脱险之后 到海外避难 但他再度找到黄鑫 计划再次起义 随之而来的武昌起义 他招募异军加入革命 而这场起义 大家有备而来 那到了1911年的4月4号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 那时候黄鑫呢 赶快发电报给罗福星 我希望说他赶快 再带人来参与革命 然后他也赶快从 桥区地那边集合了大概 两千多人 招募了两千多人 然后准备一起 再支援湖北军政府 但是呢 他刚好这一群人呢 他们到了广州之后 因为南北一合结束了 已经成功了 所以说整个队伍就解散了 武昌起义的成功消息 迅速席卷全国 民国成立之后 罗福星认为百姓已经从满清 专制统治当中解脱 于是便将革命的目光 转向当时仍受日本统治的台湾 那首先就是在台北大道城的 大营旅社 准备来成立一个同盟会的支部 那之后决定在苗栗成立总部台北 作为一个分部 罗福星计划以地势险要的苗栗大湖 作为革命根据地 而现今在苗栗大湖 还建了他的纪念馆 设立同项 我们罗列士呢 因为他是赵桥人 所以他具有客家人的精神 所以他就说为了要抗日 我一定要带领志同道合的同事 一起来抗日 所以才会来到我们大湖 罗福星以高丽生商人的身份 做掩护到各地联络抗日之事 不久抗日组织遍及全台 党员号称打5万人 但日本人抓得紧 他得低调再低调 用各种代号化名 比方说神明会 观音会 兄弟会 都是为了掩饰身份 但再怎么谨慎 事迹还是败露了 刚好苗栗发生了一个 这个大湖之厅的枪械疑事案 枪械疑事案 因为枪子被偷窃了 所以说日本警察呢 他也搜查得很严密 10月8号 夜水泉的革命党人 聚集在大湖天后宫 准备召开宣誓大会 结果日本人知道后 先逮捕了夜水泉 再顺着追罗浮星 这个夜水泉 这个人在开会的时候 很多人要跑走了 夜水泉就被逮捕了 逮捕以后 就要送到台北去 罗浮星就跟他在后面看了 逃亡期间罗浮星的日记 依旧写着要如何后续革命行动 直到12月16号 罗浮星来到淡水 当时原本要在有人的借银下 打船到大陆避风头 谁知道遭人告密 被警方逮捕 有遗传了 要回去大陆 要回去大陆 结果有人密报 有抓到 抓到以后就被判刑 1914年 日本人在苗栗召开 第三次临时法院审问 而在现今的纪念馆内 有着整面墙是判决书藤本 完整还原了当时审判原貌 与罗浮星一同遭逮捕的共有412人 有人被判死刑 有人被处15年 有期徒刑不等 罗浮星以叛乱守盟 被处于绞刑 在今日的台北监狱 从容就义 年仅28岁又8天 判刑使用绞刑 用绞刑 所以他被绞刑以后 就埋在台北一个判冰公墓那个地方 所以在42年的时候 申请说把罗浮星的骨骸 挖出来摆在艺民庙 现今在艺民庙高挂的排便 中列勇士 还是蒋中正为他提的 以及台中自第一号包扬令 而放置一旁的 还有当年一起跟罗浮星被捕 却免于一死的旧部署 叶绍安 他所留的排便 就是因为被日人 拘捕也在这里 所以后面就从容就义 但是客家人呢 为什么会追念他 会缅怀他 就是因为守护乡土的 这个精神呢 是客家人 原本有的一个理念 保护家园 所以说罗烈士来到这边呢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以我们这边的烈士 当初抗日的烈士呢 他们的理念相同 罗浮星被处死后 一些受国民革命鼓舞的致士 在南部发起西兰安交八年事件 日本人对台湾人的勇敢抗日 感到恐慌 而历史走到这儿 也进入了拐点 其实1914 1915年 这两年 差不多就是台湾抗日的一个分水里 就汉人的汉人抗日的分水里 那在此之前呢 台湾人所从事的抗日活动 主要是以武装抗日为主 那之后的话就有所转变了 就是由林献堂跟蒋卫水 他们所发起的文化启蒙 这样子的运动来取代 日本对台政策 从高压逐步转而环柔 台湾人武装抵抗运动 告一段落 绝而代之的是不流血革命 进入政治社会运动的时代 现今苗栗大湖纪念馆 纪念着罗浮星 不仅是他唤起当代台湾人的民族意识 更象征了客家人应景 以及报家味图的精神 入境苗栗一定要吃客家美食 其实传统的客家料理 包含着许多的无话历程 像是常吃的板条 据说是过去客家人 经历几次的大迁徙 为了保存方便而发展出来的美食 客家菜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很油还重咸 这让许多追求养生的人吃不惯 但这样的调味特色 是早期为了满足农家 在大量农作时能够开胃下饭 迅速补充电解质 而发展出来的料理方式 如今随着时代的改变 客家饮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今天舌尖上的历史 要介绍未在苗栗三亿 超过一甲子的餐厅 年轻人经历了城市的洗礼 回到了家乡 运用巧思混合新旧料理 创造出新时代的客家美味 虾米板条下锅 再加入豆芽 韭菜 香菇 红萝卜的配菜 翻过这场 这一道炒板条一上桌 就直到来到了客家庄 它的那个板条整个是非常的Q弹 而且它感觉就是 放到嘴巴里面在咬的时候 就是要怎么形容 就是端端的这样子很好吃 被形容很Q弹的板条 其实原料就是用米磨成浆制成的 而客家饮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米食制品 其实源自于旧时代的迁徙 为什么我被称为客家人 就客气他想 从华北华中逃难到华人地区 那沿途你带着米粮是不方便的 因为第一个保存不容易 第二个你煮食它不容易 迁徙时的不便 客家老祖先于是把米先蒸煮过 成为可随时食用的板 更因此发展出许多板料理 像是板圆也就是汤圆 或者水板正如闽南的碗粿 还有切开Q年的咸板以及艾草板 更是只有在重要时节才会出现 然而老板透露正因为板只用于集市 因此连蒸煮的时候也有特殊禁忌 而且很奇怪板在做上升的时候 譬如说我今天去机舱嫁回来 你没有把你自己身体清干净 我今天要蒸那个板 把它蒸成成品是蒸不熟的 你知道是蒸啊 而且我碰过两三次 切成块状的猪肉下锅油炸 热油把猪肉油脂炸出来 让空气中弥漫着肉香味 再放入锅中炖煮一个小时 就成了道地的客家小风 以前的家庭是生活比较辛苦的 不是每餐都有 可能就是节气三大节 或者说我今天有庙会活动 或者说我今天有拜土地公 才会有这种东西 炖煮出来的客家小风 三层肉上闪着光泽 满满的油香肉汁 这也是客家菜的特色 客家菜在我们台湾来讲 客家人都做在丘陵地 那丘陵地都忙于农作 跟山上有的山产 那他们需要大量的盐巴 也需要大量的垫结汁 也需要大量的调味 可以让它在每一餐 都可以吃得下饭 吃得下饭就可以马上 补充到它的盐分 马上补充到它的体力 所以说客家菜它会调味 会比较深 这一道客家小风颜色看起来红润 因为里头可是加了红麴 米酒 冰糖和胡椒一起炖煮 而陶客最喜欢把酱汁或者白饭 让白米饭粘果油脂咸下 家里奶奶卤的那种控肉的味道 然后它吃起来的口感我觉得 它不会很油腻 因为它肥的跟瘦的一起入口的时候 就刚好就是综合掉那个油腻的感觉 而且它的肉汁一定要淋饭吃 就是超级大 而这道菜也是餐厅第三代老板 刘仁豪记忆里阿嬷的味道 以前我们客家人常讲做新菜 就是做新菜 做新菜就是摆在正中心的菜 那小风这个它就是属于做新菜的一种 也是一种主食 那以前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就是最开心的 因为可以吃好几碗饭 30岁出头的刘仁豪 从小就在餐厅大棍长大 人家说做生意的小孩没有加入 回来就是帮忙 从国小二年级三年级就开始 应该是说有意识以来 有可以活动以来 就开始在餐厅里面工作 那那时候做都做怕了 大学毕业后 罗仁豪也当过上班族 回家继承家业 从来不在他的人生选项上面 因为其实做餐饮的小朋友 大部分都不想回家 因为餐饮太累了 我们那时候还有 我们有做一些小点心 就开始做上我们这些小点心 我们还会出那时候的民俗集团 或是灯会这些去跑场这样子 那我们小时候都在跑场 那个花车里面打滚这样 然而七年前他回家继承家业 还是因为父母年纪实在大了 餐饮是体力活 爸妈渐渐有年纪的 但做很多事情 其实就是心有力不足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然绝缺回来 觉得第一个他就是 爸妈年纪大了 那第二个就是觉得 其实客家餐饮这一块 他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剁成块的五骨骨骨肉 下锅油炸后老起备用 和炸锅的姜片一起拌炒 就成了店家招牌 姜爆麻油五骨骨骨 要不然一般姜我都会调到 放在旁边不敢吃 可是这个不一样 我完全吃不出就是像是那种辣姜的感觉 它是有点像糖霜姜的感觉 就是边吃会觉得说 哇我待会我吃不完肉 我剩下姜片我还可以打包回家 韬客战不绝口的这道料理 正是餐厅第三代 刘仁豪回家接夜后 融合客家风味的新创料理 以巴斯蒂瓜的手法来做这道菜吧 那没有人把这两个东西混合在一起 而且我们这道菜吃起来是甜甜咸咸的 继承了传统味又创新了食材的变化 这样的创旧正是刘仁豪想带给食客的新滋味 然而想要回家 父亲可是告诫过他哦 我说你要接受可以啊 因为你本国减少钱财 所以说你必须要把财务都承接 显然刘仁豪没有在害怕 回家后重整了品牌形象 还发展出品牌伴手礼 看在父亲眼里也给了认可 还不错 表现还不错 比我好 这一道道菜肴 传承三代的老味道又创新的做法 用美食让客家文化在地扎根 向外撞出新芽 只有知道从哪里来 才会知道该往哪里去 我是威德胜 感谢你的收看 老徒台湾 我们下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